本年度最后一项大满贯赛 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打签表金晨公布 图片来源 美网官网中国选手方面 目前正在印尼聚港争战亚运会 即将在今天下午展开女单金牌 争夺战的张帅和王强分别遭遇一位种子选手 尤其是前者 对上实力强劲的两届大满贯得主穆古拉扎 而王强的对手 31号种子斯洛伐克名将来巴里科瓦也同样实力不足 结束亚运会后 于时间赛跑的两人在历经长途飞行后 最快只能在周六临近中午十分飞抵纽约 若是当日晚些时候赛程出炉 两人比赛恰备安排在周一登场 只剩不到48小时调整时间 不论是体能还是意志力 都将会对他们是相当严峻的挑战 征战印尼亚运会的中国网球队队员图片来源 王强微博此外 同样参加了亚运会的王亚凡 首轮 面对另一位斯洛伐克选手斯奇米德洛伐 若能胜出 将有机会挑战五号种子科维托娃 与此同时 在征战资格赛的正赛赛 陆嘉靖 韩新运 陆晶晶 张雨璇在首轮 刘方舟在此轮相继出局后 只剩下朱林一人闯进决胜轮 周五 他的正赛席位争夺对手将是两届大满冠亚军 曾高居世界第二 在生了女儿后复出的俄罗斯名将 自沃纳列娃小威连姆斯在赛前训练中 图片来源 美网官网明星球员方面 主场作战的大小威 拿到了可能是姐妹俩职业生涯 中最糟糕的一次签运 分裂第十六和第十七种子的他们 按照签表 将在第三轮惨烈火并 而且本赛季状态不佳 的维纳斯首轮 还将面对另一位赛会前冠军库子聂佐拉 能否避免一轮由上有悬念 至于赛雷娜 除了可能与姐姐郭枣交手 争夺一个十六强席类 在第四轮等待她的几乎可以认定 将会是头号种子哈勒普 S 相比之下 沙拉波瓦与阿扎伦卡 这两位还走在回村路上的 全世界第一先运上可 两人的首战对手 分别是一位资格赛 晋级选手和斯洛伐克的库兹莫巴 不过来到第三轮后 她们很有可能面对 奥斯塔彭科与未免冠军 斯蒂文斯的阻击 以下是女单四分之一决赛 前八种子球员队位 1.哈勒普利S 8.卡洛里纳普利斯科法 3.斯蒂文斯VS 7.斯维托利纳 6.加西亚VS 4.科贝尔 5.科里托瓦VS 2.沃茨尼亚齐 首轮值得留意的比赛 还有加西亚VS红塔 奥斯塔彭科VS 佩特科维奇 以及位列 2号种子的沃茨尼亚齐 碰撞赛会前冠军斯托色 费德勒在赛前训练中 图片来源 每往官网男子方面 让球迷们惊呼出声 但是费德勒与德约科维奇 同分在四分之四区 这意味着两人极有可能 在八进四相遇争夺半决赛席位 除此之外 其余三个四分之一区 的种子球员分布 还算是实力平均 其中有一位免冠军 纳达尔千韵最佳 顺利晋级四强 当不在话下 不过拉法首轮队 上老大哥费雷尔相当吸引眼球 对即将迎来大满贯谢幕战的后者来说 这样的一场对抗 相信正是他所期待的 此外 作为南丹千表中的两枚定时炸弹 近来状态复苏 显著的瓦林侠 抽到了与迪米特洛夫交手 真不好说两人到底是谁 不太走运 至于穆雷 从第二轮开始将连续面临强敌 尤其是第三轮对上德尔波特罗 势必会是火星撞地球式大战 以下是南丹四分之一决赛 前八种子球员队位 一纳达尔VS5 安德森 三德尔波特罗VS8 迪米特洛夫7 西里奇VS4 小子为列夫6 德约克维奇VS2 费德勒 费德约克维奇VS4